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根据111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八年级受访上班族有高达6成6 学非所用 这也道出台湾是否该正式教改问题 对此新政院政委唐凤也提出解套建言 其实就是18岁就可以投入产业 而大学是为已经有两年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工作经验的人 他去充电去补强职能的方法 把大学看成是你出社会之后 随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那就去用了一个资源 那不要去想说好像你一定得完成大学 努力筹备新课纲 唐凤打破传统框架 要让年轻人更了解自己为何而学 不只推动教改 找工作面试 唐凤想法也走得很前面 包含矽谷在那很多的大公司 他现在就说我接下来都要这样子了 如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 能够像城市这纸一样 就是说他比较不受他的器材的限制 纵使他受一些限制 你也可以在VR或者扩增实镜里面 去看他在实际那个职场这个表现的话 那这种实际在他工作的那个场域 去进行面试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后疫情时代移移人力银行远去面试风潮 持续延烧 而这及时又便利的特质 成为全球面试新趋势 指日可待 一一媒体中心采访报道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